好 各位骑友大家好 那这盘棋是今天5月16号下午进行的亚运会选拔赛第二阶段的第六轮 由黑方米玉庭对战白方柯杰 那此前五轮的战绩呢 柯杰是两胜三负 米玉庭三胜两负 这个形势还是非常的这个胶着 我们来看这盘棋 这盘棋开局是一个对角布局 双方各自挂脚 然后黑棋一剑底夹 柯杰的对局 这个不管是主动走还是说被动走 这个一剑底夹出现的频率确实是高 下一手白棋点脚 左下简单定型之后 黑棋来了一个大鞋 柯杰这个尖顶的下法就算不接招 直接这个简单处理好 剑顶完周围虎 然后连续爬 这个地方就先手安定了 之后分头巨大的一手 黑棋拐住 非常厚重啊 白棋顺势二路飞捞空 下一手黑棋底下继续加后 白棋也没有处理这颗子 因为这个分头的子 往两边还是有这个 开拆的这个地方 所以说白棋先处理右上 这里靠压是为了让黑棋 后上加后重复 黑棋搬 白棋长 下一手棋 黑棋居然没有挺头啊 这个地方感觉跌感就不用怎么想 都是挺头 那AI的一选也是如此 白棋飞一个黑棋拆 然后局部基本上就可以脱前了 因为白棋这个脚上 以后有这个小肩 有这个二路侠 外边还可以出头 所以说问题不大 脱肩就手一个脚也挺好的 实战黑棋直接拆 白棋点完之后 三路拖 这个是一套连招 黑棋搬 白棋下一手呢 也可以选择虎 这样的话 黑棋沾 白棋搬这个软头之后 再一立 彻底活干净 这个地方白棋的作战也成功了 已经把黑棋这个模样给打掉 然后黑棋上面 确实离得很近啊 很重复 实战柯节来一个更加飘逸的段 这个棋黑棋要是打的话呢 又跟刚才大同小异了 白棋还是可以搬 搬完之后再打 要是想完全活干净 就继续立 如果说想这个步调更快一点 就脱先 手一个脚 上面被黑棋打到呢 这个继续出头就是了 也没什么问题 实战柯玉廷反击 这个地方也是不能忍的 柯玉廷本来就非常的好战 下一手白棋挺头必然 然后没想到黑棋居然就妥协了 在这个有战斗的地方 柯玉廷居然妥协 这个是让人无法想将的 黑棋有怎样的反击呢 这个地方可以往脚上长 白棋挡住的话 里面这个对杀 黑棋粘 白棋扳头 黑棋可以先冲一下 再扑再立 这个地方白棋大概只能就扑结了 打结 立的话主要是经济独立 这个白棋气不好受 你如果粘的话 黑棋断一下先手再立 这个还是快气杀白棋 所以说这个地方黑棋是可以反击的 实战的某玉廷是打吃下去 让白棋活一个脚 然后自己拐回家 这个有点委屈啊 而且这时候拐的话效率比较低 可能还是应该走在外面啊 这个拐被白棋扳完之后 黑棋难受了 敞一个的话 这个空也太小了 被白棋再一飞呢 黑棋没走到东西啊 右上还牵了一个冲断 实战呢 黑棋是选择点刺 先去角断这个白棋的气形 黑棋的理想图是什么呢 就是白棋虎一个 然后单退 白棋出头 那黑棋就跟着这样去走 摆一个示意图啊 比如说走成这样 这个地方 白棋中间后归后啊 但是黑棋左上也后 两个后是向底下 但黑棋右边这里 多了一堵围墙之后啊 以后这个 比如说右下来一个挂脚之类的 这个模样还是挺大的 而且增加了白棋这个打入的难度 不太容易能生存下来 所以说 所以说柯杰不太愿意走这种非常笨重的棋啊 实战这个靠还是比较亮眼的 这有棋一看就有柯杰的棋啊 这什么意思呢 如果说黑棋搬 白棋右边啊 马上就可以冲断 然后再顶住 上边 黑棋 挡住的话 白棋再一跳 我们要注意啊 这个黑棋上边肯定是要沾上补棋的 比如说你要是走右边 白棋有一个这个断打完之后再打吃再打 这个跟黑棋杀气 黑棋要不行了 这个脚上得死 所以说这个黑棋沾是要沾的 白棋踢下去就可以把右边这两个子吃掉 打吃就沾上 这样转换的话呢 白棋也满意 这个脚活的挺大的 黑棋上面吃了一堆残子 还留有一些鱼味啊 而且还是显得比较重复 实战黑棋单退 白棋顶住 黑棋再战 接下来柯杰打吃完之后再飞 这个棋感觉已经进入到这个柯杰的步调了 黑棋如果说就这样硬冲出来 断打 贴住 白棋有一个这个大局弃子 这个棋标就四颗子 就四颗子被黑棋跳出来 冲不断了 因为这个地方黑棋专子有力 白棋只需要弃掉就行了 跳一个黑棋吃回去 白棋再拐头 这样白棋非常成功啊 在中间这个出头之后也比较厚 黑棋弃井也不敢乱动 白棋不错 实战呢 美玉婷往右边去挡住啊 这个棋如果白棋跟着硬 那就是一个先手 也没什么 但是柯杰也是抓住机会啊 直接脱先 把这两颗子一吃 黑棋杀右上角 突然就形成了一个这个 转换啊 让人猝不及防 那这个转换怎么说呢 还是觉得白棋好 因为这个白棋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把黑棋的模样给打掉 自己活棋 还抢到先手 没什么不满 下一手棋白棋手脚 黑棋小肥挂 白棋鉴定完之后来一个阵头 这个形状的话有点缺陷 就是黑棋有这个小杰的先手 冲完之后点脚 这样白棋只能沾 底下有一个这个斑的先手 这边稍微有一点便宜 因为右边这里啊 基本上已经失去了 唯空的价值 白棋选择走在中间的话 可能还是要照顾到周围的弱棋 毕竟上面这一块呢 还没有完全活干净 左边这个分头的子一 以后如果说中间被断开的话 也有可能被缠绕 所以说柯杰这个地方 走在外面 还是看中这个中央啊 下一手棋 黑棋拐头 白棋再往前跳 这个都走得非常的奔放 然后黑棋二路斑瞻 这个非常的愉快 白棋做活之后 黑棋逼住 下一手白棋又往中间飘一个 这盘棋非常意外的 柯杰玩起了这个大局路线啊 并没有这种一味的先捞后期 那现在感觉白棋 马上这个潜力就要撑起来了 不过AI还是非常冷静 觉得黑棋应该把左上这个挡株给走掉 这个目前最大 因为还可以带来后续的收益啊 首先黑棋挡株之后 白棋也不可能补啊 补的话后手 比如说吃右下角的话呢 这个黑棋右上这里夹一个顶住打吃 这个是相当舒服的 这个木鼠搜刮一通 然后以后右下这里 比如说靠出啊 还有棋 再说底下这种靠段啊 反正白棋没有办法全部吃干净 实战黑棋是点刺挑这个 这个判断出现了一些问题 被白棋非常敏锐的往左上一爬 这个巨大 而且关系到后保 下一手棋 黑棋右边这里碰啊 这个地方 杀出这个一条血路的话 感觉不是什么方向 因为黑棋扭断的话 白棋联络不严厉 你要是打吃这样立的话 白棋底下稍微搜刮一下 右边这一夹 黑棋还是回不了家 除非你从这个二炉连滚带爬的 这样回去 那白棋中间随便丢一颗子 这样围一围啊 这个黑棋也够呛了 实战黑棋从这儿打战争 这个是硬要把白棋三颗子分断啊 但是被白棋这一拐打 这个送了白棋不少空啊 黑棋的这个投资有点大 还见不到这个是否有收益的情况下 右边已经损了一大票 然后黑棋开始发力 左边阵头 白棋靠压 黑棋长 克棋挡住啊 这个地方下的也是很强硬 其实粘就可以了 粘的话主要是比较厚 黑棋联络的话 白棋往中间这里走一走 这样的话 这个底下三颗子 黑棋还吃不掉呢 他往中间封锁 白棋冲 继续冲出来联络 基本上都可以处理好 而且黑棋中间保了 实战挡住的话 是连这个边控都不想给黑棋啊 这个有点贪心 AI觉得已经不太能忍了 所以说建议黑棋左边 先不要管 直接去杀底下这三颗子 这一手贴住呢 是防一手白棋这个冲断 白棋要是往中间出头的话 黑棋就硬断上去 这个地方要展开强杀 实战比育停还是想先继续一下力量 把自己给联络好 跳回白棋再飞 这个棋行跟刚才詹相比的话 很明显给黑棋留了一个冲完周断打 这个目鼠便宜 而且白棋的眼位还不够做活 所以说这个挡住确实很难说 比这个詹要好 实战的黑棋靠完周长 还是想形成缠绕 这个棋看白棋觉得哪边危险啊 如果说觉得下边危险 那就先跑这几颗子 冲一个飞回 黑棋当然还可以愣靠上去 这样去威胁白棋 那白棋先连回一块 左边黑棋唬上来的话 那白棋再说 当然被唬到这一下确实很难受 你不太好补 挡住的话 这边有断打 退的话 他还可以往里面再冲 这个挡住的话 还有断啊 就很难受 所以说 柯节实战的话 还是决定先补左边 也有一定的道理 下一手黑棋上边点啊 开始上强都了 这个地方 白棋就老老实实补就行 你如果说非要这样去跟黑棋 硬碰硬 冲完周斑 那反而凑着黑棋 把左边给断开 这个有点帮助黑棋刑棋的意思 所以说白棋选择挡住 黑棋再往底下跳 因为白棋左边上边都补了棋啊 现在黑棋最能杀的也就是这三颗子 那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一下 柯节的这个强大的智固能力啊 先从左边撕开一个突破口 这里一点 黑棋要是沾的话呢 白棋随便就进来了 这个尖刺是一个最强手 白棋断不掉 断的话直接被夹死 小尖联络 黑棋再战 这样的话这个出口就变窄了 白棋挺头 黑棋直接靠断 这里黑棋如果说不强行撑住的话 这个棋很难了 接下来白棋肯定要从中央去这个钻进来啊 AI的这个变化图可能比实战更加的实用一点啊 更加看得清楚一点 就是往上边来路 从这个地方打进来呢 黑棋靠住的话 白棋可以挖 这样黑棋断打白棋长 你再打吃 白棋可以断打完之后 从这儿一打再一冲 这样黑棋充其量 也就吃这样壳子 你不能冲这个 冲这个被白棋直接吃通了 那你吃这样壳子 白棋给了 直接先手联络 这个非常愉快 实战科学是往底下来了一路 更加深入了 这个危险系数也在增加 当然黑棋也不好办啊 这个主要是太薄 你要是小尖这样斑断封锁的话 白棋右边还是有这一冲 冲完之后再冲断呢 黑棋这四颗子和中间四颗子 闭死一块 这个就不用多解释了 实战黑棋盖头 先把白棋给弄进来 白棋右边还是冲断啊 这个必须要从这儿寻找头绪 其实下到这儿呢 不得不说科学下的是真好 AI在这个地方 都有些手忙脚乱了 就是右边正发生 正发生着这个战斗 AI下一手棋在哪呢 居然是杀左边的白棋 夹一个长一个 然后右边打吃 再去封锁白棋这个左边 右边通通不要了 那这个棋太过于冒险了 这个右边已经不能看了 被白棋吃了一层又一层 左边这个地方怎么看白棋大龙 都不像能死的样子 所以说能把这个AI逼到 这个焦头烂额的份上 只能说白棋下得好 确实黑棋机会不大 实战这个米玉平还是直线 攻杀 打吃完之后连回齐心 那白棋中间斑断长一个 黑棋再沾 这个是直接被卷进来了 那就对杀 下一手棋 柯杰先在底下做一个准备活动 这个地方靠一靠 也是为了这个长期 黑棋斑断必然 白棋夹一个 然后接下来这个科捷 长考之后呢 还是决定先这个 打吃捞空啊 其实有非常强硬的下法 就是往中间直接站 这一站的话 黑棋也得补断 然后白棋可以往这儿去跳一个 这个加持黑棋 这样就直接展开对杀来拼气了 黑棋这样去承气 白棋又冲下去 这样扑 然后再卡住这个眼 再进气 就各种这个进气了 这个要纯拼计算了 里面也比较复杂 可能还牵涉到这个扑结之类的问题 我们来看实战啊 实战白棋往底下打吃 你要是站的话呢 这里的贴住 比如说是先手的话呢 更容易承气了 所以说黑棋选择拐头 白棋先提掉 底下要分段黑棋的这个后势 黑棋打吃捕一手 这样白棋先占了便宜 然后再往中间站 但是紧住了中间的气啊 这个还是要看实战 看看到底行不行 然后黑棋虎一个 刚才我们摆的变化图呢 是白棋跳在这儿 然后黑棋飞 这样形成直线对杀 实战科捷走的是 再往下来一路啊 这个可能更狠 这一跳之后 黑棋穿向眼想跑 那下一手棋就至关重要了 这个地方的计算还是有点复杂的 我们来简单的摆一摆 首先白棋正确的应对啊 应该是冲断 冲完之后再挤 这个是关键 因为一让黑棋这个地方就冲不出来了 白棋补个断就行了 这一挤很关键 上边黑棋还有断点 黑棋沾的话 白棋断 打吃沾上 这样的话 黑棋只能先去吃通右上的棋筋 白棋整个这个残子都不要了 只要把中间这一块救出来就行 这一跳就行 黑棋冲不断 冲断的话直接被白棋拍死了 压过来的话 白棋双 然后黑棋中间靠回联络 白棋就把这块给吃掉 这样就转换 白棋吃中间 黑棋吃上面 那肯定是白棋转了 因为白棋吃掉这一块 本来木树就跟上面这里的木树不相上下 然后顺带还把黑棋中间的这个潜力全部给破光了 那明显是白棋转 所以说如果能下出这样一个变化呢 这个棋也就完全非常稳了 没有任何的变数了 白棋又是 白棋不好的下法是下在哪呢 是这个挤 先挤就不对了 因为你刚才先冲再挤是能挤到的 你要是先挤 黑棋就不沾了 就直接从这贴住去了 你不能断 断的话黑棋一打再一冲 白棋碎掉了 直接崩溃 你只有这个沾上 沾上的话黑棋再沾 这样就要形成一个结针了 你这样直接提掉 断 开截 黑棋提 而且要注意啊 这个白棋不仅是底下这一块不活 上边大龙也不活 白棋这个结材还破罩 你可能只能先冲回上方的大龙 那黑棋再往中间一连回的话 这个棋还是要拼结 决定谁死谁活 而且黑棋中间已经联络了 白棋不要想这种跨段去分段黑棋 这边有个打吃戒不贵 所以说这样打结的话不太好 那如果说白棋先去底下小间分段黑棋中间呢 那黑棋就往上跳一个 这一个跳之后 还把白棋右上大龙给封锁了 那这个结完大了 这个白棋再提再断 黑棋再提结 这个结直接关系到白棋上方大龙的生死了 这个目数更多 这样的话 这个白棋打不起 所以说这里要想走正确的话 一定要先冲再挤 先挤不好 容易出事 指战柯节下的是这手瞻 这个瞻也不好 这个瞻其实跟这个棋是一个道理 就是你瞻之后 让黑棋连回 那以后还是只能打在这儿去打结 跟刚才基本上是一样的 所以说这样一来二区的话 这个棋又变成一个五开了 刚才是白棋绝对优势的 那现在这个结还不能开 这个上边大龙不能被卷进来 所以说柯节先跳一个连回家 那黑棋往中间联络 以后这个中间两块棋 就是靠这个结 看看谁能打赢 白棋先不着急 先往上冲掏空 瞄着黑棋左上大龙 接下来 米玉亭也是可能吓昏掉了 这个 虎一个不好 这个地方黑棋要活棋的话 应该刺一个 然后把左边这个子 冲断 这样打吃白棋打 黑棋再一尝 这个可以活干净 实战虎下来的话 被白棋这一点次 黑棋又难受了 你站哪边都不是 要是打吃 站左边的话 那白棋上边断打贴住 这两颗棋筋 你不管打也好 加也好都加不住 底下再冲 白棋就不理了 直接上边拐打 那黑棋两块 可能要避死一块 所以说这个棋被一点不好下了 实战黑棋沾上面 那白棋断 还是挣不掉 黑棋无奈 打吃完之后跳夹 白棋冲一个 断吃 黑棋先立 打吃完之后再扑 白棋提 黑棋再打 下一手棋 白棋挖 好奇 这个棋 黑棋两颗子 基本上也就死在里面 如果说你这样冲 白棋退 再冲再退 也没什么棋 像左上角 这里靠断的话 也没起 这个立的话 白棋贴住收棋 这里断打白棋沾上 跟白棋杀棋 肯定是杀不过的 所以说黑棋 就把这四颗子给提掉 上边做活 白棋沾一个 完全补干净 那接下来的话 这个黑棋又头脑发热了 这个 已经是个关子棋了 最好是把这个中间的结 自沾一手补掉 那从胜率上来看 黑棋大概是20左右的胜率 这个棋还算是比较细的一个棋 白棋上边做活 黑棋就先手去收棍 还有的一拼 这场下 史战米玉婷是想直接席卷白棋大龙 贴回这颗子 那只能说黑棋想多了 白棋正愁找不到 这个打结的机会 现在你送上门来了 要杀白棋了 那白棋刚好打持开结 这个步调完美 而且是黑棋送给白棋的一个完美节奏 接下来黑棋提 白棋又上这一团 一堆本身结 你要是立的话呢 再提结 你辛辛苦苦去找结财 白棋以后上边打吃 这里再打再铺 再打一串的这个结财 包括这个阿鲁虎 以后要回家也是结财 这样黑棋肯定打不过 所以说这个棋打不过 那你这个沙龙不就完全成为了泡影吗 黑棋这个时候 自己打脸了 挤一个之后把这个结沾上 现在沾 上面被白棋一打 白白送死三颗子 这个木树又亏了 这样一亏的话 这个黑棋已经不太行了 接下来黑棋左边拆二 白棋挤一个 底下扳 左边肩顶收关 黑棋脚上点先手 夹一个 这也不能称之为胜负手 因为白棋就算走得比较差 比如说顶在这 这也没什么 最多被黑棋尝一下 双一个 白棋左边再补一手就是了 也亏不到哪里去 现在白棋的优势 已经比较的稳定了 实战白棋扳回 黑棋小尖先手 右边再一虎 下一手 柯杰右下的这个沾 稍微走小了一点 最大的关子 还是中间自补一手 这里沾上很大 味道全部补好 右下黑棋二路打拔的话 白棋再来个倒火 还是很稳 实战白棋粘脚 黑棋飞一个 上方扳完之后 右边再一场 这没棋 中间打吃 白棋还要断打 继续打结 基本上这个结打完 也就要结束了 这个已经不影响胜负了 白棋右上还有一些结材 黑棋左下 这个打结的过程就不细讲了 就直接看这个实战的进程 后面这个结还打了很多手的 然后黑棋这个开始找头掌了 就右下角这个点角 这已经是一个瞎解了 这肯定没起 柯杰就顺应黑棋的意思 把这个结一削 黑棋小肩 白棋点 再立啊 局部黑棋是死棋 他还想把白棋大龙拽进来 形成对杀 所以说先破白棋的眼 再等 白棋扳 这肯定没戏了 黑棋要贴住的话 白棋求稳 那你就继续紧气就行了 这个怎么杀 这个肯定杀不了 那后面也就象征性的 再摆了几步 最终走到这个白棋 我看啊 走到哪边 走到这个底下瞻的时候 黑棋终于就认输了 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那这一盘棋的话 可以说这个 柯杰在右上这一连串的操作 是非常的成功 但在右边这里有个勺子啊 就是没有选择先冲在棋 单瞻的话是一个恶手 被黑棋这样简单联络 形成一个打劫之后 这个棋已经很难说了 但柯玉婷在左上 也是犯了比较严重的失误啊 这里本来能够简单近活的 非要这个去左边一虎 被白棋点刺 黑棋动弹不得 最终为了活龙 损掉左边这两颗 这样一窥 黑棋又不太够了 然后最后的败招 就是中间这个截 黑棋没有自己去补棋 想杀白棋上方大龙 刚好让白棋凑一个布料去开截 然后本身杰一堆 黑棋直接被打崩溃 那这盘棋结束的话 柯杰的战绩 就来到了三胜三负 跟这个米玉婷是一样的 那后面的这个比赛 还是非常的胶着啊 好像是要赢五盘 才能这个稳出现是吧 四盘要比小分 那反正后面柯杰还是要继续加油 好 那这盘棋就给棋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到光影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棋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 by bwd6